為了協助地方建設發展 聽取當地居民心聲 三十號立法委員孔文集 協同中央部會水利署 林務局 礦物局等官員 千萬一來南澳湘公所 召開地方建設座談會 從礦場開挖影響生態 到農業道路 民生用水問題 鄉民代表及各村村長 反應熱烈 希望能夠解決部落長久的問題 然後向鄉代表指出 難道北溪上游礦產開挖 生態嚴重受污染 立委孔文集表示 南澳湘內有近九十個礦產開挖 除了破壞生態環境 也侵犯到鄉民土地 交通運輸等權益 南澳湘這邊有很多 因為礦產開發 嚴重的侵犯到我們鄉民的 土地的權益 還有交通農產運輸的權益 今天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提案 跟我們中央部會 跟我們立法委員來陳情 江公所跟代表會 所會如果不和諧 這個是我們所有建設 成敗的一個關鍵 委員表示 南澳湘公所與代表會不和 影響鄉內設施運作 這次座談會議有近五十多件 地方建設提案 由於討論議題眾多 各中央部會將於九月十號 將會整南澳湘 鄉民意見 提交報告給立委 這次座談會 鄉長未出席 僅有主力跟農政客出席 鄉公所表示 應會議通知較晚 鄉長利用行程 因故未出席座談會 記者 鄉長島秀 一蘭南澳財盤報導 鄉民意見